你还记得曾经在中国风生水起的OYO吗 最近啊它要上市了 如果名字有点陌生 那这个红色的大logo你肯定见过 它是有一位印度的90后小伙子 在2013年辍学后创办的 你们知道OYO有多嚣张吗 8年时间20轮融资估值600亿 超能力下覆盖了80多个国家超过2.3万家的酒店 简直是全球酒店业最疯狂的存在 但是在激进扩张和疫情冲击下 中国生意上演了一场大撤退 积极落落间 为何OYO能够成功站在IPO的大门前呢 点个赞我们接着说 一方面因为酒旅业的数字化升级 上个月OYO与微软建立了新的联盟开展深度技术合作 目的是为家门口的夫妻老婆旅店提供技术解决方案 通过体系化的创新技术产品来提升营收和管理效率 确实对行业有着积极作用 另一方面则是精细化运营带来的降本增效 2020财年OYO的营业收入虽然降低了 但仍然是印度消费互联网公司中最高的 原因就在于猛眼狂奔铺点后 OYO开始注重单变模型效率这本证了 那么待到敲钟时又会几家欢喜几家愁呢 快来评论区找我聊聊吧 优优独播剧场内计息